9月22號 安理會就美國提出了 巴以問題的決議草案來投票 中俄阿爾及利亞投了反對 決議未通過 大陸駐聯邦代表張國軍表示 美國沒有要求立即停火 反倒是為停火設定了前提 玩文字遊戲 無以餘味 繼續殺戮開了綠燈 那麼央視也引用了 以色列媒體的通報 以色列宣布沒收8平方公里 約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 歸以色列所有 說以色列呢 可以用這些土地 來建造數百套的猶太住房 以及工業的商業設施 請教將軍 其實張軍講這種話 他為什麼要提反對案 因為美國提這個案 在玩文字遊戲 中國的立場是希望說 尾巴衝突是永久性的停火 他在提案這個 但是他當初這個提案被美國否決了 那美國提了這個案出來的話 他是在文字上面 比較有一點含糊籠統 就是要停火 可是問題說有幾個前提 那這幾個前提如果達不到的話 他就是不停火嘛 那很簡單的 那當中的代表就說 你如果說是沒有說是要達到 完全停火來講的話 那我就把你這個提案否決掉 因為你這幾個前提來講的話 如果說萬一做不到的話 你就縱容你以色列繼續打下去 但是我要特別講 這時候我們要看前兩天的新聞 前幾天這個拜登有一天就突然 這個這個忘了拿關麥克風 講了一句話說他已經跟納坦雅胡 這個最後的攤牌他已經出來了 跟納坦雅胡 記者把他這句話拿來做文章 對 然後這第一個 他是不是跟納坦雅胡真的攤牌 第二個這個美國多數黨領袖 舒默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納坦雅胡該下台了 該換人了 所以說美國來講他現在為了這個以色列 他也是一個頭兩個大 他到底要不要支持以色列 他如果不支持以色列 他底下有很多的猶太人會反他 但是他如果繼續支持以色列來講的話 繼續像拉法攻擊來講 會變成國際上面一個人道主義 很大一個危機 國際上面現在反彈也很大 所以舒默講那句話以後 這個拜登講什麼呢 說舒默講得很好 可見得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已經準備要把納坦雅胡換掉 那是不是因為納坦雅胡真的是做得 over的說太過分了 現在包括美國拜登 包括全世界各國的領袖 包括中國現在代表也出來講話了 那後續來講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如果說是以色列 這次趕這個明目張展繼續向拉法進攻 然後殘害這邊上百萬的 這個猶太巴勒斯坦的這些難民來講的話 那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次的這種人道危機 你縱容軍隊去殺這些無辜的 手無寸鐵的這些老百姓 那以色列你是不是犯了很嚴重的這種戰爭罪 但現在我們那時候俄羅斯去攻打 烏克蘭的時候我們都講說 普丁犯了這個戰爭罪 然後到現在為止他還是國際的一個通緝犯 那納坦雅胡你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比當初普丁做的還過分 那現在來講可見的美國就是 是百分之百的雙標啦 對納坦雅胡不敢有任何的一個作業 那約旦和西岸 這我覺得更過分 其實西方媒體經常對這些地方 就縱容以色列這些猶太人 到去侵占人家巴勒斯坦的土地 那他用了一個很 很這個自己來做解釋一個名字 他說這些人叫什麼 叫豚肯區 也就是說我去那邊開肯 那是人家土地 你怎麼到人家土地上面去開肯呢 而且這些豚肯區這些老百姓 非常非常的惡劣 他們這些人縱容的過去這些都是 不良少年 我講南天就是以色列的不良少年 他讓到那邊去以後 還讓他們持有槍支 所以他們就去侵占巴勒斯坦的人的土地 那這次來講他明目張膽 他就把巴勒斯坦在約旦和西岸 這些他們屬於他們的土地 他把它化歸為以色列的土 以色列所有 其實我覺得就擺明了 就是以色列以鄉示弱對不對 然後侵占人家土地 囂張到這種程度 可是問題是說 就是他是美國的爸爸 那美國如果說繼續支援他來講的話 那全世界對這些巴勒斯坦的人 想要幫忙也愛莫能助 那唯一一個現在能夠講話就是張軍 張軍把這個案提出一個否決 然後沒有前提 就是你就是要停火 如果不停火的話 我們就聯合國機遇人在立場 是不會認同也不會同意的 是好 看到大陸部分是在中非 我們要關注南海 那麼我們請教蔡委員 3月23號菲律賓來指控大陸海警 在南海阻擋了飛國的補給船發射水炮 大陸海警局表示 菲律賓派兩艘的海警船 一艘的運捕船來闖大陸的仁愛礁海域 圖謀向其非法作攤軍艇來運送建築材料 所以在這個海警就必須依法依歸攔阻驅離 並且也來嗆玩火者必自取其辱 以及3月21號 菲律賓三四名人無視中方的警告 勸阻非法登上了鐵線交活動 那中方的海警執法人員是依法來登交處置 蔡委員 我們其實很簡單的觀察一個 南海群交的情勢 誰佔領的島礁比較多 第一名越南 第二名菲律賓 九個 對啊 第一名越南 第二名菲律賓 然後台灣加 這個我們中國大陸兩邊加起來 幾乎是三掛十里裡面最少的 那這裡面當然不能把馬來西亞算進去 離得比較遠一點 三掛十里裡面有這島礁領土爭端 我現在講的不是海域爭端 領土爭端 第一名越南 第二名菲律賓 第三名這個大陸 最後一名台灣 那就很奇怪啦 你菲律賓要去宣稱島嶼是你 他真的 他把線畫了整個南海島礁是菲律賓的 你要宣稱是你的 你為什麼不去挑越南 大家懂我要講什麼的道理吧 就你菲律賓不去挑越南 那你是挑誰 挑大陸 為什麼 而且大陸是島礁比你還少 為什麼 他島礁比他大 他因天島礁 他有軍事實力住在那邊 不是不是軍事實力 因為挑戰大陸的這幾個比較少的島礁 可以跟美國人做交代 你挑戰越南美國人給你叫巴掌 你叫巴掌 我叫你去收你中國 你給我收你越南 越南是我的朋友對不對 這個道理很簡單嘛 日本又送一艘船 對啊 就是 所以他今天挑戰仁耐礁 明天挑戰黃岩島 後天挑戰鐵線礁 說穿了就是挑釁中國 製造國際新聞 製造中非衝突的一個形式 來破壞所謂南海行為準則 你說越南作為一個最重要的 南海準則的國家 又看不懂嗎 越南會不知道說 為什麼菲律賓的漁船 這些什麼海警船 不來衝上越南的島礁嗎 因為他第一 他知道什麼 越南會直接開疆打死人 然後美國不敢怎麼樣 那中國呢 要假裝大國責任啊 大國的胸襟啊 那你來 哎呀我的軟軟的推理 看是漁民啊 漁民不能夠太過度 那如果是警察 警察不能太過度 那軍人來嘛 就跟你對峙一下 哎呀有一天我們還是要和好的啊 所以美國在後面這麼做 只是他們的菲律賓的主事者 小馬可士 配合美國這麼做 當然有他自己的盤算嘛 他算一算說 大陸對台灣也都是 極嚴力射瞻前顧後 我想了這個對聯可以掛在 這個大陸的海關的門口 每一個進入大陸海關都看到 這個我堂堂正正的 偉大的中國一定是 極嚴力射 然後瞻前顧後 所以菲律賓就來了 真的啊 而且我對待大家都一樣 對 對就來了嘛 對 如果俄羅斯 可能炮就打出去了 俄羅斯啊 看看嘛 嚇都嚇死了 他知道持續就永無回頭 對 所以 因為他就看準這一點 那小馬可士到底要什麼 第一個 他製造他是民族主義的英雄 以便修憲可以競選連任 然後同時跟美國要說 我立下這麼多功勞 把中國大陸的南海行為準則 破壞掉了 那你還不給把我的家的財產還給我 沒有 他沒有連任 他只能當一任 不是 他現在修憲連任 你不曉得這個事 現在在菲律賓鬧得很大 那有了這個行動以後 他更容易修憲連任 我看財產比較重要 兩個都很重要 兩個都很重要 因為美國要看他表現如何 如果第一任表現美國 他不滿意 連任美國會更滿意 而且他學普丁了 再修憲的話 前門任期不算 哇 他可以繼續幹兩任 多爽啊 對不對 選他爸爸幹一輩子總統 他擔心了 都特地女兒挑戰他 那就不是問題了 所以這裡面是層層的政治利益 在這裡面 那大陸知不知道 當然也知道 但是大陸目前採取一個 哎呀 太極權對不對 輕輕的推出去 右手輕輕的撥開 那很累 可是每天都有新聞 是 所以我們就每一天有機會 在那邊談這個南海的問題 搞到最後我們的觀眾朋友 都會記得 永素交啦 竹筆交啦 鐵線交的那一交啦 黃岩島 哇 被老半天中葉島 還被立將軍交中葉島的來源 是因為中葉捐 哈哈 所以大家都 因為我們 對 確實哦 他一有動作 我們就討論一下 所以大家就變成這樣的首席 我們就去看 我們就看 其實我們在這一次 我們在這一次 呢 我們在這一次 第一次 都會 那麼 我們 你們 第一次 感谢观看